那个各位好啊 我是纽约市的观光警察员王尹 这两天纽约特别热 我和朋友们呢 今天呢又去了大都会博物馆 今天呢想给大家讲一期呢 这个节目啊 就是我们这个大都会博物馆108奖之一 大家也知道呢 你们去我们中国呀 比如包括北京市啊 哪里 中国的牛啊 你知道是一种很温良的动物 他不像美国的这个牛 对不对 你们都去过华尔街 或者你们去过西班牙 看那个牛呢 他说很激烈 中国的牛呢 你看就是小孩子跟他玩 其实我跟你们大家说 中国的牛和就是说外国的牛 其实他都是牛 但为什么 就是说中国的牛想那么温良呢 那是因为呢 中国人呢 把它塑造成这样子 你知道吗 嗯 而且呢 中国的牛是一种恩爱 是一种就是说体现美的 我们中国人自有的这种 他的一种美 东方美的体现 那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开始 我一说这个啊 可能就知道说这个都看过雍正王朝啊 雍正王朝里面呢 最后呢 说这个雍正赐死年羹摇 他一个哥啊 就是说呢 叫做牛儿爬 就是说呢 这个牛一生 其实啊 这个牛啊 你叫在中国的历史上 它是千百年来最重要的动物 它为马都重要 你看这个牛 你看他速度多好 闭着眼睛 然后嘴巴下垂 就说哎呀 酸了 其实这是最代表中国人 他能忍让 他有智慧 你看太上老君 他的表示动物是什么 是牛 而你看到这个孩子呢 他手里拿着一个就是一速的东西 这个是麦子 中国叫穗 就是代表呢 就是年年四次 四次年年的穗 那穗和牛是什么呢 因为每年呢 就是说牛都来耕种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 所以说呢 中国人对牛的崇拜呢 是特别重要 可能呢 这个我跟你放在这块 你看不清楚 这个是雍正啊 给这个年更聊的一个大批 就是所说的 这个说君臣之间的关系 我就不给你们念了 你们都看得见 你们刚才看到那个东西呢 它到底是什么作用呢 一会呢 我带你们到大都会博物馆 大家都知道了 好不好 今天的视频时间不会特别长 希望呢 大家呢 就是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就好了 谢谢大家看 那个大家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雕塑呢 这个是我们雕塑坊啊 它里面有很多的展出物 但是今天想给大家解释的呢 先给大家看一眼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布局啊 其实呢 这个育牛家男孩呢 就是说呢 是这个从雍正王朝 他开始 一直呢 是到这个乾隆王朝呢 他都是颁给这个 有功勋的人士 来呢 就是说呢 感谢大家 这个东西可能大家呢 有点不理解 说为什么皇帝是个牛啊 他不是龙吗 牛龙为一体 你看到那个小孩 他手里拿的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岁 就是一年为一岁 也就是说张显皇帝呢 是万岁无疆 这个小孩喂给他的东西呢 是万岁无疆的 今天问完 明天还得问 喂 就是说呢 这种小孩喂牛的这个状况 而呢 这个功臣就是这个小孩 那 所以为什么说 年庚瑶他们家族 就是说 要兴旺发达呢 就是因为赐给他这个牛 那就是说呢 为了呢 给这个就是说 皇帝的家族 更加昌盛 所以说呢 就是他们要呢 鞠躬尽脆 这也是这个象 他所谓的道理 给大家呢 今天讲一下 但是一个象呢 他有非鸟尽 咬吐藏的这个影视 就是说呢 不要呢 就是说 处怒皇威 人呢 就是说呢 功臣 就是说天子 就应该保持一个呢 和谐的地位 这是这个雕塑的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